協同是一所教会学校 英文教学一直是協同的教学特色 今年暑假我们特别跟加拿大 多伦多约克教育局合作引进ESOL的课程 在这些有经验的老师的引导下 在这两个礼拜的密集课程 一定能够开取同学学英文的兴趣 以及大大的提升他们的英文程度 在我们的组织中,我们专业了很多不同的教育 我们用了几个方法去教学书类似的概念 以保证所有学生的需要都会遇到 孩子们在开始的课程中有很多热闪 很多舞蹈、舞蹈、舞蹈 那是最好的方法去支持 那需要的需要 那需要的需要 可以分享出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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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小组和玩玩的小组 他们能够得更多的信心 和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课程中 它們的學生都很棒,看到台灣學生變得更舒服。 這件事是很棒的經驗,我真的喜歡看著他們。 在我們的學校,我們都會在寫書籠子, 我都會在寫書籠子,他們喜歡的同學, 他們一起聊天,一起聊天,一起參加,一起參與,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 越科教育局为我们全校的英文老师 透过实作还有透过观课 精进提升我们全校老师的英文教学 教育们非常特别 有时我们会画一张照片 玩比赛球 比赛球 和一些趣味的玩具 这个夏季 ESL program 是很棒的经验 我认为我可以追求重要的 information 和印象上上的文章 我会记得更加快的信息 这一切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能力和我认识的自己的功语 更多你讲到教育 更多你学习 每次的文章是 你会玩比赛球的吗? 你会玩玩比赛球的吗? 你会玩玩比赛球的吗? And that it goes back And that it goes back And that it goes back You don't get one to eat You don't get one to eat 政府的發表會會邀請家長參加 並且會跟家長有一對一的座談 讓家長也能夠充分了解孩子學習的狀況 期待明年我們能夠繼續跟約克教育局能夠合作 Yeah, yeah, yeah